MateQuest Pro一万两千元顶级VR就这么个XD玩意儿 大家好欢迎收看XR行业垂直媒体VR频流旗下视频节目老妙聊VR 我是自从戴上了MateQuest Pro头也疼了脖子也酸的老妙 这不连爱揪仪都给用上了 让我先把它给拿一下下来再开始慢慢聊车器 大家看到这是老妙上周刚刚收到的MateQuest Pro自己买的哈 购买截图在这里为啥这么缓才收到呢 老妙11月11日那几天不是正好在给北京的券商和基金公司蒋皮革斯的拆机吗 就没有第一时间定想着反正10月25号才开始发货 就等到了10月中旬回到了苏州才定的 但老妙实在是不喜欢贝索斯的那光头老爷子 就想着在Mate官网定一个 然后顺丰海外转运回国内 预声报都过了东西都到了顺丰海外仓了 结果顺丰海外仓跟我说记不了 我当时就一口老血 最后Mate官网定的退货 然后走了亚马逊的快速通道 而且盗货那几天还正好赶上了世界VR大会 于是就让尾数Jack先拿回去测了一下 本期视频部分录品素材也有尾数Jack提供 这周总算是能够挤出一点时间来 但又得测大鹏14 又得给上海的券商和基金公司分析这台MateQuest Pro 用来测这台设备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聊一下 但老妙估计这设备也就做这么一个视频 因为实在没什么意义 先说总结 这什么玩意儿 但凡对产品有点追求的企业 不会发这么个玩意儿上市 然后再说让老妙如此破防的原因 照就三个方面 工业设计和硬件 内容生态和应用性和行业观点 参数老妙直接贴出来 不念了 大家先来看一下结构 所有的材料的确是目前VR头显当中最好的 但是这是仅有的优点 前部五个摄像头 正前方三个 两侧各一个 四个定位摄像头 加一个RGB角色摄像头 电池后置 前后硬塑料连接 但是这个工业设计 可以扣分的点太多了 首先佩戴 因为前部镜头和后部电池是硬连接的关系 所以只能直上直下的把头C进去 但凡老妙的头有点大 绝对戴不进去 来老妙侧身给大家展示一下 必须得这样才能戴进去 因为它前后是硬连接 如果你这样侧着戴 非常容易滑到镜头 顶部是双头箍设计 且内外都是硬塑料材质 但凡你脑袋大一点 戴上10分钟 内侧头箍就会加的特别疼 这双头箍为什么这么设计 从原理上来说 老妙也理解外部头箍做力矩的平衡 内头箍在这一个位置做一个斜下方的压力支撑 但是但凡有点脑子的工业设计师 一定会把内头箍的材质换成弹性材质 而不是这种硬质塑料 前后两组调节轮 如果是一个没怎么用过VR的人 能发现前面这个小鬼轮吗 再来线材外露形成一个鱼子紧 注意老妙把头箍现在开始放到最大 依旧有线材裸露在外面 这个是游标卡尺坏了呢 还是皮尺坏了呢 流出这么大的余量 老妙完全不理解 而且像这个位置戴下去 如果是姑娘戴一个长一点的耳环 肯定会给卡住 在这个位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老妙戴的不好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镜角一起卡进去 然后出来的时候把老妙的眼睛一起掀翻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还有个更奇葩的就是这两个遮光罩 来给大家展示一遍 这是左边的 岩四合缝吸上去了 没问题 拿下来是有不利的 右边的 老妙这样按上去 老妙按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是岩四合缝了吧 好神奇的时刻到来了 那到底是这上面的问题 还是这个眼睛的磁铁没放上去呢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左侧这个是刚才吸住的 然后我们拿到右侧 吸不住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的 在左边能不能吸住 大家可以看到也可以吸住 那这就说明 如果是物理磁铁 这边没按 这边按上去了 如果是电磁方式 那就是这边通电了 这边 没通电 当然可能是老妙这个磁吸面罩 有凭空的问题 但这不是跑大产能的设备 就这个凭空 也敢卖吗 真的 就像丹哥说的那样 抱紧了 最后老妙再展示一个点 老妙在这左右晃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 有一种 就像桌子在地上摩擦的声音 但凡是 其他VR厂商 工业设计做到这个份上 老妙直接不测了 直接退货吧 什么玩意儿 但是这是Meta 忍住偶心 继续来 内容生态和应用性方面 截止到11月15日 所有适配MetaQuest Pro的应用 只有不到10块 这个录屏是老妙直接从MetaQuest Pro的应用库里面 接下来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多 老妙核心展示两个Meta官方的应用 元宇宙方向的Horizon Awards和Walk Rooms 为什么只展示这两个应用 首先老妙想跟大家明确 Quest Pro不是VR游戏机 它给的明确的定义是生产力工具 而且Quest Pro增加的成本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眼动追踪和面部追踪 那这功能到底如何 那我们就来看看适配的官方应用怎么样 为什么要做眼动追踪和面部追踪 是不是为了让虚拟化身的面部表情看上去更自然呢 好吗 那我们来看看表情自然不自然 老妙分别做了四个动作 皱眉 眯眼 兔舌 张嘴 大家觉得如何 如果就这个水平的面部表情 大家是否愿意多花200美元 为这两项基础去买单 如果大企业带上这么玩意儿 以虚拟化身来开会 老妙觉得一些高管都不用学什么 为表情分析了 学了也看不出来嘛 好 那再来看看workrooms 能够设置会议场景 能够投影出屏幕来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说要带上这么一个700多克 顶称屏 唱爽屏的可口可乐的玩意儿在头上 在虚拟办公室里面办公 看了盘 剪了片子 反正以老妙这个脖子 受不了 谁爱用谁用 还是在workrooms里面 我们来看看仅有在这里支持的压杆笔功能 首先把手柄底部的绳子去掉 装上这样的一个笔头 然后你可以点击左下方的写字板 我们来写几个字 当然我们工作场景 肯定是不会写这么大的字 像笔记一样的小字 能不能写 来老妙来展示一下 就这儿还生产力工具 破大方了 当然Quest Pro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基于彩色透视的MR 咱们要先开两个适配了MR的应用 大家看一下 有实体键盘作为一个补复 其实也当然要一一对准 它其实也是能打的 这是第一个MR的应用 但是对于产品来说 它其实里面本身有一个虚拟的电脑 或者一个虚拟的屏幕 这样虚拟的打字和工作 其实会好很多 对于产品来说 欢迎继续 欢迎订阅订阅 欢迎您的RCO 来温査 用这 men的按摩击 在对于产品车角度 它将 用上了 放车滑了 这种烤车角度 您可以在产品中 转烤车角度 而骑到RCO 也可以 аются double了 完整的複套 你也订击 做到 订阅 完全确 解订阅 自己做到 订阅 您的 非常�重 您的 这样有一个应用在VR里面 但是 看完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老苗为什么要演示这两个应用 其实老苗也不知道 这样的应用在VR里能不能用也能吧 开了彩色偷视图啥呢 如果是开发者也不知道M20用来干嘛 那你Meta是不是应该做演示案例 就像当年Valve做的The Lab 让很多开发者知道原来VR能做这些事情 但你Meta都发布了这么一个产品 没有一个明确的MR应用指南 你要让开发者用这MR来干嘛 打个比方老苗这办公室明年初想把沙发改成茶桌 我能在MR环境中看到这么一个茶桌的摆设 那就很有意义 这才叫XX的生产力工具 最后聊聊作为XR从业者的观点 Quest Pro是老苗从业这么多年 第一台不知道能用来做什么的MR头线 跟价格其实没多大关系 B端这个价格其实不贵 但从VR的角度来看 你比如像HTC V Pro 我知道它能用来做高精度的仿真项目 Picos我知道它能用来娱乐 能看小姐姐直播 能玩一体旧系 Quest 2能用来玩VR游戏 但这一台Quest Pro老苗真的不知道能用来干嘛 你说它能用来打VR游戏吧 这么贵谁买 你说它能用来做生产力工具吧 算了又不行 你说它是元宇宙的入口吧 表现管理有在提升 所以它究竟是有什么玩意儿呢 各位可千万别碰纯粹大冤种的产品吧 好本期节目老苗就吐槽到这里了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买 千万别做冤大头 如果你觉得老苗说的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一键三连 老苗聊VR让你听懂关于VR的一切